斗云币训练赛对战黄金妖姬 结果被连续单杀了四次 知道对方身份和感叹 不服不行是真的打不过 众所得知 最近解说被比赛 斗云币的队伍相当亮眼 在比赛中 硬币哥几乎把把爆杀对手自爆一路 被很多人笑称是来解说被找工作的 在平时的训练赛中也是如此 把把中了爆杀对手 然而这把游戏 斗云币却被对面的黄金妖姬给虐了 开局上来不到三分钟 就被对面妖姬直接单杀 五分钟时 戴云莫森过来支援 结果还没走到中路 硬币哥又被妖姬单杀 此时的斗云币已经满头大汗了 后续八分钟时 硬币哥再次被妖姬飘逸单杀 而此时的斗云币 也感受到这个黄金妖姬的不对劲 而且不仅仅是妖姬 对面的ADC泽利也是相当的离谱 仅仅是依靠两个人 就击溃了硬币哥的队伍 而在输掉比赛后 硬币哥也是相当的郁闷 直到后续 猜出来这是哪个战队的双C吗